当播足球快讯 2022年3月19日 六岛六角肉击退双南比马 星期六下午 日本职业联赛继续进行各族 六岛六角主营双南比马 当播直播届时 将会有这场赛事的现场直播 双南比马联赛至 金营未开齋 球队状态好极有限 今次还需作客挑战六岛六角 双南比马赢波无望 六岛六角最近六场各项赛事 拿到三胜一和二负个战绩 其中四场联赛交出三胜一负 唯一一场联赛败迹 对手是川崎前锋 不过输给今时今日的川崎前锋 本身就不是一件失礼的事情 坦白说 六岛六角近期尤其联赛表现 绝对可以说是交足功课 最近三场各项赛事 六岛六角在上田已逝 灵木幽磨和荒木辽太郎的带领下 交出二胜一和的战绩 其中军场入两个球的进攻端表现 足以见到他们 已经走出了自前两年拜时期 进攻亦都没有入球的低迷状态 考虑到球队最近三次面对双南比马 进攻同样军场能够攻入两球 今次坐拥主场之利的六岛六角 绝对有望在主场击退双南比马 至于阵容方面 后卫林尚辉恩商武地踢这场球 双南比马在开季头四轮联赛之中 交出一波两和两负的不胜战绩 球队整体表现之差 就可见一班 若非他们在日联杯中赢球 挽回多少面子 球队今季开局会更加惨淡 要指出双南比马目前是日职联方面 四支未尝胜职 还要输过波的队五之一 而这四队无一例外 都排在联赛最后四席 所以双南比马想要从中杀出重围 一定须使出混身解数 不理的是 球队近年面对六岛六角输多赢少 目前更处于一波对赛三连败之中 其中他们每场最多入一个波 甚至军场入波数一个都不够 而后防方面就合共被六岛六角六道攻破大门 不论是近方还是对赛 双南比马都不占优势 双南比马今次凶多吉少 在阵容方面 后卫田大雅因伤免疫 你听着的是安波足球快信 我们为你提供各国球赛的赛前分析 赛后报告 足球世界花水 多谢你的收听 多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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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